失去社会公益是什么 这个社会认为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发生了 但是不了了之 没办法纠正它 当中国社会没有办法用反抗来扭转这个局面的时候 中国社会就用社会崩溃的方式来回应 中国社会的崩溃的表达方式有什么呢 有内卷 就是内部激烈的斗争 还有一种是躺平 我啥都不要了 娃也不生了 工作也不做了 我也不追求了 我把我对物质上的追求放到最低 房子也不买了 韭菜我不涨了 连着着急吧 让你连到急死你去 还有最悲惨的是什么 我们是最后一代 我们不会去跟你的游戏玩了 最后还有一种方式 润 润是一种社会方式